如何去练好咱们的这个拧拉 来我先去给大家拧一下 先去给大家拧一下啊 你们看到主播的拧拉啊 我直接拧直线吧啊 看一下啊 好吧我再拿直拍拧几个啊 我直拍拧的没有像横拍那么好 大家错过看 看到了朋友们 好吧 这是主播一个拧拉给你们简单示范一下 现在我也给大家去讲一讲 当然如果说咱们再去练习拧拉的时候 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好吧 他和翻挑的一个共同点 他都是什么 处理反手为谈点短球的一个技术 那这个球我们要去上 想去拧 也要做到一个什么呢 先上步啊 后出手 也是一个你要先把脚进来之后 再出手 千万也不是这个样 离球很远 没有这种迎上来上去拧拉的 没有这种拧拉的 一定是脚先进来 再去拧 这个结拍你们一定要得找得到 结拍你们一定要找得到 好不好啊 结拍找到了之后 要懂了这个之后 我先去给你们讲一些细节 我不今天不是说我教新手啊 怎么做怎么做 第一步第二步 我跟你们说说 大家在拧拉当中容易出现的一些问题 好吧 很多在拧拉当中 涉及到两个点啊 两个点 第一个是什么呢 拧的质量不高 第二个呢 就是拧的命中率不高 就这两个点 质量不高是因为什么 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啊 这种朋友主要集中在哪些问题呢 也就是说他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 并不是说你的力量不够 而是说你不会使劲 也就是使劲不为出现错误 来我给示范一个错误的啊 错误的动作 泵白啊 错误的啊 看看这个球 看到这个球了吗 泵白啊 有没有感觉这几个球 拧的质量还是过去相对于比较低的 拧的质量相对于比较低的 对不对 球也很慢 那最起码你看 再来一个 你跟我 跟我现在这样去拧的完全是两个质量 对不对 那所以说泵白 咱们在去练习拧拉的时候 很多泵白在引盘这个环节 也就是说在这个蓄力的过程 很多泵白还是没有拿捏好 怎么没有拿捏好呢 他觉得拧拉 还是主要完全依靠于你的手指和手腕 手指和手腕是必须要用的 但是手指和手腕 你的这个转动是为了什么 你在转动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有摩擦 你有摩擦之后 这个球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弧线去过往 明白了吗 但是你如果想拧的高 质量高 除了要想手指手腕的一个力量之外 还有有什么 还有有一个小臂的力量 还有有一个小臂的力量 但是很多朋友们忽略了小臂 也就是说大家你们在去上步的时候 只做到了什么呢 收手腕 你们只做到了收手腕 你看 只做了收手腕 并且大家你们观察一下 你们在引拍的时候 你的拍子在前 还是说你的胳膊肘在前 你们再看主播的这个拧了 旁边你看我的肘 我的肘在哪 我的拍子在哪 你看 我现在一定是肘在前 手指手腕拍子在后边 但是很多旁边一拧了 只想收手腕 看什么呢 手腕在前 肘在后边 这是很多旁边 你们一定要去观察一下 自己有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说你的引拍的时候 肘是在后边的 你不可能拧得出高的质量 明白了 所以说咱们要上步的时候 大家一定不要想了 我怎么把手腕去给它内收起来 扣起来 我们要主要找到一个什么 顶肘的感觉 大家记住两个字 顶肘 顶胳膊肘的感觉 为什么要找到顶肘的感觉 而不是说找到一个收手腕的感觉呢 首先第一个 当你把肘关节顶向前的时候 你看 那我的小臂 我的手肘手腕 包括我的球拍 已经是非常自然的在后边了 我不可能 我肘在前 我肘肘在前 我总不能这样了 这属于有点高位劫瘫了 对不对 那我肯定是肘在前了 那我的小臂手腕自然就在后边了 我就不用再去刻意的进行这么大的内收了 找到顶肘的感觉 因为你肘在前 后边非常自然的就在后边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大家你们也记得 想要去拧出一个比较高的质量 也就是说我们在去发力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一个由放松再到加速的一个爆发力 也是一个由放松到加速的一个爆发力 大家看 放松 加速 那这样的话 这个球的质量才会高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们除了顶肘能够把我们的小臂能够收到后边之后 能把我们小臂的力量 力量续进去之后 那就说明我们首先在发力 我们也能运用到手指手腕 还有小臂的力量了 对不对 并且你顶肘这样也会减少什么的压力呢 减少我们内收手腕的压力 内收手腕的压力 我们不用在拼了命的使劲把我们的手抠到后边去 收到后边去 因为你会发现 你收的手腕 这个过程是很累的 你的手腕也是很僵硬的 你时间越长 越累 越僵硬 越酸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 你就很难再去引拍的这个过程当中处在一个相对于放松的状态 你也就没法再去发力的时候 有一个瞬间的加速了 所以说我们当顶了肘之后 除了能够运用到小臂的力量之外 还能能让我们这个手指手腕 包括我们的拍子 能够得到一个相对于的放松 因为我们把力量集中在肘上了 并没有集中在我们的手上 明白了朋友们 所以说大家你们在去上步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低一点什么的 上步加顶肘 一定不是说上步加收手 这点大家能理解了吧 这样的话 你的小臂力量用出来了 你手也能放松了 那接下来我们只需要找好了机球点 然后学会怎么发力 那就OK了 好不好 来我刚刚讲了这第一个点 来好吧 一定要学会顶肘 不是光想着收手 这一点当然是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到的 上步上右脚 你是右手上右脚 左手上左脚 上你的同侧脚 好吧 这是第一点啊 那第二点呢 就是什么呢 咱们在去拧拉的时候 很多泡门是吧 机球点找不着 机球点老找不着 我现在要教给大家找一下机球点 拧拉这个技术 它是一个处理对方发过来这种下旋 侧下旋 这种旋转 所以说对于这种带转的球 我们处理的这种方式上 一定是宁晚不早 宁晚不早 明白朋友们 就是说我们这个点宁愿晚了一点 我们还是可以拧 为什么 你看这正确的 像拙现在拧 它是一个最高点 这是一个最高点 是最佳舒服的一个发力点 对不对 那好 那我们如果说这个球万一晚了 我们还可以干嘛 有侧拧 我们还可以干嘛 我还可以转程去搓 我临时应变一下 对不对 但如果说这个球 你一旦想去抢这个点的话 那 想去抢这个点的话 那 就想要去拧 也就是说你强点了 为什么强点 因为你没有学会蓄力 所以说你就只伸这个手 你当然想赶紧把这球打掉了 明白吗 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得 这个拧拉 它是一个主动发力的过程 但凡是一个主动发力的过程 不需要借着球的力量的时候 大家尽可能的去选择一个落台之后的一个高点期 最高点 那这个最高点 大家如何去寻找 教大家一个小方法 就是说大家 你们一定要去等这个球跳起来 也就是说这个球 等它一个什么 上升期的这个时间 也就是需要大家找到一个停顿感 一个停顿感 来我现在给你们慢一点 你们看看我的这个停顿感 是一个什么样的节奏 好吧 大家看 一二 很多方面你们太急 你们的节奏是这样的 一二 对不对 你看我有一个先停 你看 停 出手 看到吗 我又等一下 等一下 出手 看到吗 等一下 出手 看到吗 出手 我要有停顿 停 出手 你看 先停顿 出手 大家你要看到这个感觉吗 大家一定要在去拧拉的这个过程当中 找点的时候 学会找到一个顿挫感 一定要学会找到一个顿挫感 这个顿挫感就 搭那么一停 就是停到了一个什么 这个球高点期的一个点 等的这一下 就是等这个球落台之后 这个上升期的这个时间 明白了吗 你只有在等好了这个点 找好了这个基球的一个最高点 你才能做到一个什么呢 更好的一个发力 你太抢了 你使不上劲 你太晚了 你太晚了 说又怎么样 你没法直接往前 球掉的太低了 直接往前 容易下往 那你只能怎么拧了 你就成这么拧了 你擦长脸 你又只能去侧拧 或者说什么 往上拧了 那你过去拧了学对球的质量 可能都会相对于比较低了 朋友们 这些说的东西都是直哼拍 都是一样的 大家不要问直拍怎么拧 横拍怎么拧 好吧 OK 两个点是什么 就是说大家你们再去 这个拧拉发力的时候 容易下往是为什么 容易出见是为什么 我去再去给你们讲好这两个点 就今天结束 好吧 我只讲精的东西 废话 那些没用了 我不去瞎扯了 好吧 OK啊 就是说大家找点 一定要选择 学会一个顿挫感 把这三个字记住了 能运用到实践当中 是很有用的 很有用的 好吧 好 那咱们为了现在有 这个能提升质量了 因为能去到小臂的力量了 我们发力肯定也能用到小臂 以及手指手腕的一个合力 对吧 那这个球的质量应该都不会低 但是很多朋友们 你一发力可能会涉及到下往 以及出界 现在交代如何去提升命中率 咱们先说一下下往 下往啊 是为什么 碰白 首先第一 对方发外来球是带转的 你下往了 就说明你吃对方的旋转了 你吃对方的旋转了 也就是说我们自己在拧拉的这个过程当中 制造的旋转 制造的摩擦 制造的弧线 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明白 那好 那我后面我正好拿直拍给你们示范 那如何我们才能去 过往呢 来 我先给你们看一个错误的示范 大家你们拧拉的一个 错误示范 来看一下这个为什么下往 看一下为什么下往 为什么老下往 把我横拍的 为什么老下往 大家看看 看看吧 这几个球我全部下往 你知道为什么下往 泡白 大家看拧拉的时候为什么手腕要转出来 你手腕外旋的这个过程 它就是一个摩擦球的过程 来 我现在拿到镜头面前去给你们看一下啊 你看 当我现在手腕内收 是用球拍的这个偏拍头的这个拍子的中上部 开始摩擦 然后呢 我们通过手指手腕的转动 让这个球在拍子上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摩擦的过程 看到吗 你只有手指手腕转完了 你的这个球的摩擦才会完整 你的弧线才会好 那如果说你的拍子初步来 你这样就结束了 那就你看 这个球只在你的拍子上摩擦了一半 你的球在你的拍子上摩擦了一半的话 那就说明 那你制造出来的弧线 啊 他也能只制造了一半 那这一半 他就是不够过往了 那就他就容易下往了 容易下往了 啊 明白 他并不是说太压了 有时候你看压一点没问题 你看我够压吧 我能拧吗 我能拧 我够压了吧 胖板 我现在够压了吧 我也能拧 这个不是核心原因 不是核心原因啊 核心原因在于什么呢 你的手指手腕没出来 你没出来 你的外旋的程度不够 那就会导致你拧拉出来的弧线不够 他就容易下往了 明白胖板 这就是很多朋友们所说的 拖板的速度太快了 你只有摩擦完整了 你才能咱们才能做到咱们所说的这种吃住球 磨住球 如果说你磨了一半 那也就没有吃住 那这个球在你拍子上摩擦的这个时间就比较短 那这个球拖板速度这么快 肯定一下就下往了 他肯定一下就下往了 这是大家容易下往的原因 那刚刚这位朋友其实说的也没错 很多朋友们你们的拍子可能去太压 可能去太压 但是呢 我也给大家去调整啊 你们所拧拉的时候 具体是一个什么样的拍形 他没有固定说我一定要亮力一点 或者说一定要去压一点 这就要看对方发过来这个球的一个旋转 很多朋友们你们太压觉得下往 太力觉得出界 那可能是原因你们没有对于这个球的旋转 预判的比较到位 好那这个反手的翻条泡板 其实这个技术呢 还是相对于对于这个横拍的泡板更简单 当然直拍也能挑 等会主播教你们啊 咱们先说一下横拍 这个首先一定大家记得啊 翻条这个技术 他不是说乱用的 他一定不是乱用的 首先最基本的肠子你没法翻条 第二个下圈球你没法翻 很难去翻条 那这种翻条呢 主要是应对于什么球呢 比如说对方给你发的 就像这个 勾手的这种小侧上旋 包括这种来 做小左侧旋 提上来这种小左侧旋 包括对方给你发的这种啊 半转不转 偏不转的这种球 比较适合去翻挑 那翻挑啊 我们要挑 练习这个技术 大家一定要知道 咱们想要挑出来的是一个效果 什么样的效果 包括这个翻挑的技术 他的这个对于对方的威胁在哪里 有两点 有两点啊 首先第一个朋友们啊 翻挑它是一个纯撞击的一个过程啊 我们通过这个快速的撞击 快速的制动啊 能把这个球挑出来的速度会比较快 突然性会比较强 它跟拧拉相比 其实牛就牛在一个突然性 这个突然性除了能够什么呢 是因为咱们这一下单纯的一个什么呢 撞击所形成出来 形成出来的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后面翻挑翻挑啊 大家看翻挑的一个准备动作是什么 它是这样的 你看拍子是一个放平的 它是有点跟这个搓球的一个准备动作 基本上是一致的 跟搓球的准备动作是一致的 那你给我发两个啊 你正常多球发好了 方便你看啊 当我摆出一个这样去准备要去先发球 我可以选择搓 对不对 这就是一个正常搓球的一个准备姿势 那我可以突然的去干嘛呢 突然去翻挑 让对方有一个措手不及的一个感觉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翻挑的突然性 一个是来源于出球的一个撞击 那第二个呢 它就是我们是吧 这个先有一个搓球的准备姿势 然后忽然进行一个调打 让对方措手不及 那其实那这两个点 那我们应该去如何去注意 包括说这个翻挑当中最难的 它这个难点在于哪里 后面啊 首先第一个啊 咱们一定要做到上步 以及准备的时候 先把我们的拍子亮开 先呈现一个我们要去要搓球的 那么一个状态 搓球的一个状态 为什么要呈现出一个搓球的状态 其实说朋友们 其实翻挑啊 它有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灵机移动 有的就是一个随机的应变 很难说哪个球 我就是上来奔着翻挑去来的 明白吗 就比如说这个球 我本来是想通过 反手去搓一个的 但是一看这个球员冒高了 或者他没怎么转 我转成了一个挑打的感觉 大家一定要先找到这个 翻挑的这个感觉出来 包括咱们在去翻挑的这个过程当中 大家看啊 为什么说对方发的那种偏弱一点的下旋 也能挑 这也就是说跟他你看 他是一个翻过来的一个过程 其实说他这个翻过来的过程 他跟这个普通的挑打相比呢 他能更好的有一个什么呢 从下往高里走的这么一个弧线出来 他更有一个这个弧线出来 但是这反而也就是这个翻挑当中的一个难点 他这个难点什么呢 就是很多泡门掌握不好 我把拍子插进去之后 我什么时间去翻 我以什么样的一个速度去翻 因为大家看 当我去翻慢了的话 这个球基本上是翻天上去了 如果说这个球 我没有找准了这个翻挑的时机 我翻晚了 那这个球也容易翻天上去 就像刚刚主播做出来的这个样 也不容易上天了 所以说今天主要给大家讲讲翻挑当中 如何去找好这个击球的时机 咱们先说第一个 什么时候去做这个挑的这个动作 其实这是大家最容易掌握不好的 也是最难的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看 翻挑它最终呈现出来的是一个挑打 是一个挑打 那所以说朋友们 咱们再去翻的这个时机 一定要去干嘛呢 你去接触到球之前 你就要开始翻了 接触到之前 开始翻了 但是很多朋友们会容易晚 他晚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他就说这个球 我们保持这种搓球的一个准备姿势 先让这个球已经跑到拍子上了 是以搓球的形式 拍形去碰到这个球了 再翻的 你看 那这个球就已经翻不过来了 看完 以这样碰到球了 你再翻 你是翻不出去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找的 找的什么呢 我要在接触球之前 就已经开始再翻了 只不过我是在翻了一半了 已经翻了一半了 这个过程当中 再去击打到的球 是在翻的半路上 去撞击到了这个球 并不是说这个球 先到拍子上 后翻 明白吗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一定是 是吧 接触这个翻的过程当中 去接触到这个球 击打到这个球 千万不要是先碰拍子 后翻 先碰到拍子再翻 你就来不及了 你就来不及了 其实这就是这个翻条当中最难 最难的点 大家很多时候容易找不到 来 我想问一下大家 现在大家能听懂吗 现在就教大家翻条的一个难点 就在于你如什么时间去翻 这个是很关键的 你在什么时间 什么时刻去击打到这个球 是很关键的 明白泡盘 这就是这个技术 谁在用泡盘 马龙 马龙用的是最多的 你看他就上去 看到泡盘 你看 你们先上去看我摆这个动作 是不是以为我要去搓 但我忽然挑了 是不是你看我要搓 我忽然进行一个翻挑 那这样的话 其实对于对方来说 是有点别扭的 是有点别扭的 他以为你错了 包括你看泡盘 咱们这个一开始摆一个搓球的姿势 还有一个什么好处 如果这个球不好挑 那我们可以直接顺势 我们就老老实实搓一个 就可以了 也不用去勉强 那一看这个球好挑了 我再快速的进行一个翻挑 那这样的话 留给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容错率就会更高了 没卖泡盘 既能提升咱们出球的一个突然性 也能给我们一个比较高的容错率 很多朋友问了 那直拍咋挑 直拍咋挑 直拍呢 相比于横拍呢 就会比较困难 但是请让主播先把横拍讲完 然后 大家你们记得 横拍咱们找好了这个实际之后 大家你们要记得 咱们发力的时候 要教大家一些小技巧 翻挑的过程当中 很多朋友挑的出来的突然性不强 也跟什么有关系呢 他也跟他的这个发力模式有问题 就是说你发力的关节错误了 我做一个错误的示范 大家看一下 很多朋友们老挑不好 你看 这个球是错在哪 朋友们 你们看看 这个球错在哪 他把翻挑的这个用力的这个方式 他选择用了小臂带动大臂的这种模式 也就是说就成了这种反手攻球了 就好 就像这个直滑推挡一样了 啊 这种小臂带动大臂的这种出手模式了 但是很多朋友们 你们记得 翻挑 他一定是靠 完全是依靠于手指和手腕去发力 啊 你看 哎 我现在插进去 要现在准备去翻挑的时候 大拇指这一下 大拇指一定要去往前顶这个拍子 看 我的大拇指一定要去快速的往前去顶这个拍子 并且我后边的食指 你看 大拇指在往前顶的时候 这个食指也要是顺着一起把它掰过来 要找一个这种感觉 笔心 看到吗 笔心的感觉 看 大 大 这两个手指去发力 这两个手指去发力 你看 大拇指食指 你看 大 大拇指食指去发力 这个朋友们 发力千万不要去用小臂以及大臂 千万不要用小臂以及大臂去发力 你要感受到手指带动手腕去 发力挑打的感觉 主要就是依靠于前面的大拇指的一个推的感觉 大拇指往前顶 然后呢 食指往下去掰 就一个拧螺丝的感觉 拧螺丝的感觉 来 大家再去看一下 你看啊 看到吗 放来 看 看到了吗 看见主播这个翻挑的感觉了吗 大家一定要学一下 然后 然后再说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 大家你们在去翻挑之前啊 你还要如果说你还要提升这个突然性啊 你要想去挑的好 一定要去干嘛 朋友们 在接触球之前必须放松 是一定是记得必须放松 很多朋友们挑的感觉自己一下翻不过来 就是什么 他太僵硬 怎么个僵硬法 他从一开始这个胳膊都已经绷紧了 架的这么紧 哎 朋友们 你这一下是翻不好了 看到吗 你只要你一紧 你在接触球之前 你是非常紧凑的 你胳膊是很僵硬的话 那你这一下是绝对不可能翻得过来的 绝对翻不过来 为什么 你只要你只要僵硬 你就没有一个突然的加速 你的手指和手腕硬的情况下 你的这个发力这一下的突然突然这个加速就没了 你的速度就没有了 你速度没有了 就相当于你又翻的慢了 你又翻的晚了 那这个球还是就像刚刚主播说的 你右肠先碰到球再翻的了 明白 所以说这个是对于放松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 我是反交 我是反交 对于放松是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要求 一定要先会放松 他就是在接触球的这一瞬间 手指带动手腕进行一个往前去翻 往前去推的一个感觉 来大家再去看一下 你看放松加速 看到吗 放松加速 看再来一个 放松加速 放松加速 我一定要先会放松 你不会放松 你一旦加不上这个速 这个东西啊 跟这个什么不一样 跟这个咱打球不一样 如果说现在正手的攻球 慢点慢点 或者说是正手的这个拉球的话 你如果说你僵硬 来 他只会影响你的什么呢 你的质量 他但是你只要动作作对 他不至于说让你这个球都打不上 但是翻跳 你如果一旦僵硬的话 这就不是质量的问题了 这这个球就没法跳了 你的命中率基本上就能归零了 明白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啊 一定要去找好这个放松的感觉 是吧 那做这个动作是球本与球的这个距离 泡板你接发球台内的短球 那肯定是你的拍子离球一定是近一点会更好 那如果说我人在这准备翻 你发一个短的泡板 你这咋挑 他一定不是这种感觉 一定不是迎上来 一定不是这样迎上来去挑 一定是先把脚插进来 你先有对短球的预判 先把脚找到位置之后 然后这一下离球近一点 快速的进行一个翻挑 因为大家你们记得 你翻挑这下手腕 他只有这么一点向前的一个浓动的空间 你离球过远的话 那又成用什么了 又成用你的小臂大臂往前够球去了 那你这个球还是没法跳 还是没法跳 你罗斯说的很形象是吧 必须的啊 所以说明白了吗 短球带一定记得要离球越近越好 你要想离球近 也就是说你要对球有预判 你的脚要做到什么 先进去后出手 看了吗 先进去后出手 看了吗 先进去后出手 对不对 先进去后出手 如果说我的脚和手是同时上去的 这个是不可能一气合成的 你不可能是这个样的泡板 你看 你不可能是这样上步的 你一定要是先把脚进去之后 再出手 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去找到这个点 明白了吗 像这个直拍的翻条 朋友们 我就简单给你们示范一个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个直拍对于翻条来说 基本上不太实用 不如老老实实的把咱们的拧拉 练好 练好拧拉 我先给你们翻一个 我翻的不是很好 大家看啊 这是直拍的翻条 直拍的翻条是这么翻的 是拿正面去翻的 那这个技术 其实说我就 我很难相信大家在9比9 10比10的时候敢用 所以说这个你们学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你练这个 不如好好把翻手拧拉练会 我看你